作夢長夢見淹大水是何意義? 這個在我們的夢觀裡面修法 要明白地水火風空對應著你身體是什麼 水是對著滲水 所以你經常夢中淹大水 你如果已經是我的學生了,你就是欠奏 為什麼欠奏呢? 因為爐中不斷千年火,你的爐火熄滅了 水只有遇到火才能升華成氣 才能變成神光 由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光 所以你失去的正念 爐中火斷了 所以夢裡一定會有大水來淹 這個時候就是失去了水火機器 如果不是我的學生 你就要注意,你這個肾不好 要去調一點腎羊的藥吃一下 就是補腎羊,調動腎羊的藥 就是腎陰虛,腎羊虛 這個養火不夠 所以要看中醫大夫 如果是修煉者 你好好修灼火釘 好好修自己的下腹腔的火龍珠 那這個夢裡面就沒有這個像出來了 所以這些夢想都是在指示你身體的四大 地、水、火、封、空 是否和諧 是否五行相生相克 深刻置化 是否都達到了一個中和的水平 否則的話火太旺 你就夢到了這個樹林著火了 這個大樓著火了 那就是火太生了 那就是你什麼 你又是要欠揍 為什麼 你沒有舍頂上惡 舍頂上惡 這個火一起來以後 一定會有甘露出來 水火集結 火又不生 火又不生 所以大家要懂得這個地、水、火、封、空 對著我們人體是不同的 不同的 那麼你在夢中會實現這種夢想 說夢 大家不要以為是夢 很多都不是夢 是在你恍昔呼吸 在棉光明中出現的夢式 平常時間你主觀意識太強了 你只有在放鬆的前提下 進入一個半睡眠狀態 那你才可以切入到那個身體的實相 生命實相中 展現出地、水、火、封、空的狀態 所以通常自己修真人的夢 修煉人的夢要往內尋找 不是向外去尋找 所以這個要重視